中间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小蜜蜂澄澄 你们猜我又撩哪儿来了 给大家普及一下 我刚才说的是东北话撩 不是那种 就是闲聊啊 聊个人那种的意思 撩就是跟 你又走到哪儿去了 你又跑到哪儿去了 跟这两句话是同意 我们这边就说 你又撩哪儿去了 但是不同之处在哪儿呢 我们这个撩是带的那种 怎么说呢 比较有感情色彩的 你又撩哪儿去了 就是可能是带点浪的意思 你又浪哪儿去了 就是浪不丢的 你又撩哪儿去了 就是有一点点潇洒 有一点点浪 那个意思 我今天又来到了永灵镇 因为我知道这个地方 有一个青永灵 比较适合我的 喜好 所以我就来了 路程不进吧 但是我既然出来了 我就是奔着我 有兴趣的东西 有爱好的东西 走一圈 看一看 清永灵是清朝王室的祖灵 他与埋葬 诺尔哈赤的沈阳福灵 就是东灵 和葬皇太极的昭灵 就是北灵 我前两天上沈阳去的那个北灵 这三座灵墓 称为圣经三灵 因为永灵的建筑年代 远超过 就是远在 在清朝定都北京之前 并且这个永灵的墓主人的辈分高 都是这个努尔哈赤的长辈 有叔叔啊 大爷呀 父亲啊 祖父啊 曾祖啊 还有六世祖呀 反正都是一些长辈 所以这个永灵被誉为这三灵之首 是清王朝的关外第一灵 朋友们 这个清永灵是建在启运山的环抱之中 也是中国风水理论的杰出代表作之一 风水学 启运山 启运山是12年成的 正于启运山 这相对建筑都是中间这俩是 顺着12年建的 旁边这俩是顺着18年建的 这个工具不好建 这个灵里边那个灵好重啊 用我们盈利去给它立起了 我们现在都很难 就盈利 就是这个石碑 这个外边这个雕龙 太漂亮了 它这个龙都雕出来的 对 我看都是石头上的 浮雕 这种玉都是叫屠龙 它用东西 那个好的玉石都雕在外边 这种 它是玉石啊 我还以为就是石头嘛 我看这小石头腿都 这个好漂亮 在门口被车创了好多次 摆下了 摆下了可惜了 中国的古地我们现在无能为力 我们现在科学在发展 但现在人的意识已经强很多了 还是有不行的 你就像人家这个东西 很好这个石的 然后给你刮个小圈 很漂亮 对对对 做的很细致 这个钓骨 拉象 这个面上这个雕龙都是玉石的 太漂亮了 我一直以为是石头 它好像是有点像鸡血 鸡血石 它隔龙这个 因为我们这边 他们过去用的也有过鸡血 那种之后 这个是坐龙 它像狗的形状 对对对 它是坐在这上面 太漂亮了 你看这龙甲 和龙曲 还一样 太漂亮了 这是玉石吗 它真有点像鸡血 我看是就是像那种普通的石头 上的色似的 不是 不是吗 你看 什么叫鸡血 它里边是红色的 这块有一块碎的 红的 对红色的石头 你看这边都是红的 我看看那里边 六红的 它不是一般石头 一般石头 可不了这么好的 对 这么好的 你看那石头多大 这个石碑可是 严厉 这个石碑得老成老成老成的 而且这个石碑是什么材质的 这个顶上是汉白玉 这个是大理石 这个是花岗岩石 这种石头 花岗岩石最沉的吧 最坚硬的 上面那一块是汉白玉 中间这块是大理石 底下是花岗岩石 它上哪找这么一整块的花岗岩 我们炒这个这么小 不是这么小的 好辣好辣 大石头就雕 一点点就雕这么漂亮 它叫龙子碧蚀 龙子碧蚀 碧蚀 龙子碧蚀 碧蚀 碧蚀啊 摸摸头永远不愁 摸摸背永远不受累 摸摸头永远不愁 摸摸背永远不受累 摸摸尾巴永远不后悔 在这尾巴好好摸摸摸 这是中国古人的汉远 就是在我们中国大地 这是一个黄龙 还在中国小卫 就是这个龙啊 到哪看着黄点这龙 在北京那都是绿色的 北京我还没去过呢 它那个龙就是像好脸那种 像银脸这种正子的 它就是鞋子的龙 一对 是一对 后边还有一对 中间这个门 就是我们清永远的起运龙门 起运龙门 你从现在开始以后 对运气会越来越好 过龙门了 渐渐极眼 太神奇了 你说我们中国古人厉害不厉害 厉害 这个都是没有经过后期翻 就是修复的是吧 这你总永远达不到 你不管是宫铁 什么也达不到这么多年 不会 达不到 能达到 这个就是原来什么样 现在什么样 原来我台湾朋友读过 我来之后 一看景的卧 这么好的龙 他们看什么 就看这个花纹 对 所有的黄陵故宫里 不能有这么好的花纹 云 主中高过蓝天白云 倪强如意花环 还带眼睛的 对 多漂亮啊 哎呀 太神奇了 那这鸭头是龙有才呀 你带着龙画瘠天的 至于守中保佑 谢谢说说 这种网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